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首先会讲的就是淘大商场的冲突 应该是几样东西一起讲 不过焦点也是在淘大商场 刚刚发生不久 有人说勇武抗争有少少转变路线 开始多了人搞扯美国旗 唱袁荣耀 归香港 拉开一点 可能我们下次读 你们喜欢这首歌吗?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我听过 水平是有待改进 但现象是 如果这首歌本身不太好听得那么紧要 如果这首歌不太好听得那么紧要 都那么热是很偉大的食材 我稍后能读一下 周显大师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你有听过吗? 我告诉你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我觉得就这样听 听过网上的罐头版 真是一般的 詞和旋律都是 我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Hit呢? 要去現場才發覺 人人都唱的話,事情就不同 你以為一首歌很差勁 不算是很差勁,總之都是社會 你不覺得水族有多高 但有時候的歌曲的重點不是旋律 而是提詞 就是在場的人唱,其實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唱的主能夠,也是很開心的 但主能夠,你不覺得Raven是很容易入路嗎? 但這首《願為榮耀歸香港》 船率很難記 屈音域都很闊 我都聽到附近的人唱,很難唱準音 但在現場聽,你會覺得沒有那麼反感 甚至乎你覺得還可以 這首歌,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音樂研究 一首歌,我們就這樣聽一般 船率不是很容易記 歌詞又調到,歌詞又不太壓韻 但它會在現場,會彈得很盛 而我亦都說,不是純粹政治考慮 不是因為我支持這個運動,所以很討厭 而這首歌在現場聽,以及網上聽 我講一些general rules 第一個就是所有音樂都在現場聽 所以大家知道 很多時候,我看電影都覺得很好 但買了點回來聽,或者現在在YouTube 聽聽聽,再聽聽你就沒有那個feel 所以那些人去參與唱會 整件事的feel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說,以前我看家莫風雲 他們唱得很有feel 一堆人,一堆人都在唱 但收音世曼有幾天之氣 但很多人唱的版本 一堆人都在家聽,難聽 第二就是,一些general rules 就是所有國歌級的歌 都是不斷作出來 然後一堆PK,一堆都可以 所有設計出來的歌,都是不好聽的 所有設計出來 你看現在,例如發覺國歌 為甚麼歌詞很不適合 因為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歌 來去做 而中國各歌,亦都是在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是故意設計出來 去做那個政治任務 等於現在,你在電視上看到 香港政府那些歌 全部都不行 這是一個general rule 這些全部都是 說回淘大的事情 其實我有一件事想問的 剛才你說到運動轉了形態 其實我反而是 不知道是否近期 我跟得沒有那麼貼相 相對各種原因 又直接飛來飛去 我反而覺得 其實淘大這些事情 其實跟當年那些 佔中時期好 或者是甚麼 兩邊有些愛字頭 然後又吵 其實只是對我來說 回到以前的模式 所謂的新的 或者不知如何應對在哪裏 其實好像有個新路線 其實根本就不關新不新路線的事 淘大這個衝突為何發生 不是有些人說 我們決定去淘大集合 接著我們就發生衝突 淘大根本就沒有人想過去 那天運動的安排 就是先去中環 即是打花月的中學生集會 晚上就黃大先上月 沒有關於淘大事 淘大之所以就因為有班護旗手 去了淘大唱歌歌 然後人們就很生氣 尤其是早上爆台山的時候 已經有打人 兩點鐘左右 那些人一聽說 你兩點鐘就完 爆台山打人 還要去三點鐘 去淘大拿彩 那些人就湧去淘大 那他們會去淘大 但有些會期實 選擇淘大 淘大的原因 有人說 是因為那個場地比較小 其實那裏都多人 其實都不知道 即是大大的話 你只有多少人 但其實他們都集合500多人 那些人說現場看 我想都應該差不多 不是沒有1000人 但有5、600人 即是整個場 三、四層就被霸佔了 如果你想想 即是像AFC那樣 或者去澳海城那些 你大一點的商場 感覺就差很遠 要爆這個場 這個可能是他們的考慮 其實牽涉了兩件事 說回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就是 其實不單止是淘大 之前已經說他在其他地方唱國歌 然後又扯國旗 你會知道他在針對扯美國旗 以及唱榮耀歸香港的一個反制 然後別人上獅子山 他們便又上獅子山 其實有很多人說是東獅孝貧 但我自己就不太同意這個說法 我先問你們 現在的建制或外國分子 轉由武鬥變成民工 雖然都有些武鬥 但你們怎樣看這件事 你怎樣看 我覺得是一個進化 雖然是東市的效頻 但好過不效 好過不效 是的 比以前那些狀況的話 我不能說反制 他希望反制 反應速度 反應,因為制不到 所以不叫反制 但問題是 那個速度 整件事已經是進步了 但無論在動員力 創作力方面都很差 始終那些人太太老了 你只能有效 你沒有一個新的創作能力 我認為左衛藍絲 應該是國家 應該要找多些聰明人 就像我那些人 去處理這些事 創作有很多是高水平的創作 不差的 但問題是跟香港的社會一樣 建制的錢是專門分給自己認識的人 其實是很常見的 自己認識的人 就是老人 有形劑關係 我看到他 不知道是不是這次的照片 他已經知道把女兒放在面前 是不是已經發生了 是不是這次 因為別人發送的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他們當年有女兒時 已經放在面前 已經希望改過老人 如果你有看民建聯的Facebook Page 或者某一些民建聯議員 其實他們就開始請年輕人去做 但問題是當你提升到國家層面 這些年輕人就會被禁止 你搞民建聯的Facebook Page 可能他們覺得很細小 我就放手給你做 其實有些事情我覺得做得不錯 其實這個青年的上流困局 或者世代鬥爭問題 是一直影響著不同陣型的人 就算你去到建制層面 如果我是那些年輕人 幫他量度 都不會叫傻佬上去的獅子山 那麼辛苦 或者你不會日後去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為什麼不好 就是因為始終有創意有質素 就是被人禁止了 因為派錢就一定是派給最好朋友 以及最老資格的人 剛才你提到之前的觀點 其實他有樂意做這些事情 他以前只不過是愛字頭的做法 連人討厭 借私還雲 現在興起這件事 我就會做這些事情 但問題是 我們以前說愛字頭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很噁心 他現在相對還是不做得很好的話 又不是很驚奇 進步了 即是出來後 至少你先陳情深 那些真是好惡搞 但始終你講的問題是進步了 但他始終是怎樣說 他的群組中選擇那些 不要那麼脫皮脫骨的年輕人 尤其是想選年輕人的話 這個運動裡面 絕大部份的年輕人 和絕大部份做廣告設計 那些人都是黃的 即是可以選擇的藍營的 這方面的專才比較少 就是這樣說 除非他即是進入口 其實這次社民連 有很多粒皮脫骨 社運都有很多粒皮脫骨 但問題是 人家有些好 以前有很多好的人 擺出來 所以他們以前 社民連有很多粒皮脫骨 我大哥 尤其是李轉 反對這些 就算不是社民連 或者是甚麼 現在反對中出洋子 很多人 但人家有創意 即是有些東西 即是他們整件事擺出來 以及你們 擺得上台面的不多 我又記得不是擺得上台面的不多 是擺得上台面的不肯出來 你想想 鄭永迅、陳凱欣 這些不是試試正正的 有沒有見過他們拿著國旗出來的 因為他自己都覺得是陳 有些人真的滾出 即是你站出來都沒有創意 而且你說脫皮脫骨是一樣東西 脫皮脫骨是一樣東西 但那些脫皮脫骨是一樣東西 他做得很盡 即是所謂 擺到盡頭便是盈的話 又覺得都可以 這個就是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我們找何君堯出來 連他這麼激進 他都還有稱讚何君堯 大家我們沒有罵過何君堯 然後我看魏康 他很真心 魏康 魏康都稱讚何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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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同意 人家真的拆到盡頭便是一樣 對嗎 何君堯很明顯 你夠不敢出來 我夠膽千夫所指 連去到對手 都會覺得你是可以做了事 對不對 今次看淘大好 獅子山好 出來的人就好像是 怎樣說 好像為了收份人工而去做 就不是很投入 就是那些 不是啊 其實收份人工都可以投入一點 是不是 你叫雞 收份人工都可以投入一點 雞都沒有 問題就是沒有不專業 不專業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我自己覺得 你陳正心、你滋煙那些 可能斷了一條稅 你會發覺有一段時間 我自然是消失了 你沒有錢 沒有錢 你臨時叫人工出來 那些人就要慢慢訓練 剛剛開始看到 但還有的 其實講完少少少後半部分 他們開始收工 淘大其實還值得去講 就是 有些落單的藍絲 其實就是被人圍堵 這些其實就是牽涉到 一些道德的議題 究竟應不應該施了 究竟我們說 喂 我們是文明人 文明人 就是應該用文明的方式 不可以人家做野蠻的東西 去打你 那你又去打人 人家人多欺人少 你又反過來 人多欺人少 那我就要問你們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 未必是我的問題 我身邊有些知識分子 那些鬼故知識分子 見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問 喂 那些又是 是鬼來的 又是陰謀 又是空城計 知儀署 是毒來的 故意打回藍絲 故意令幾個落單 然後那幾個可能是收恥 收多一點的負債 被人打 然後被宣傳 機場那個應該是 這次就不要這樣包 我想有部分知識分子 就是鬼計黨 又或者那些局 陰謀 就會問這個問題 我就不相信這些 因為問題是什麼 首先我講回剛才的總結 總結是什麼 總結就是 雖然他們很難堪 即是不堪任務 但是你要明白 他不是做給你看 然後你去嘲笑 其實你是沒有意思 譬如有些人說 獅子山樓下掛著 什麼支持雙普選的Banner 你上去凡旗就肉酸 大哥 人家第二天文匯報的頭條 當然是Corp 走掉那條Banner 所有人 當他只會看回自己支持的媒體 就覺得這個場面很漂亮 然後人家說 不是,留下Banner 他就告訴你這些是假圖 你想得到 我不明白 我們現在是客觀去講 真的很差勁 但很多人說 做到這麼壞 人家都會支持 我心想想 人家那些人的稀釋 就是喜歡這些事情 其實反過來 黃絲也是 有很多宣傳都是不堪任務 但是為什麼 我們都不會特別去指責 因為你活動就可以了 這件事是這樣的 黃絲也有很多做假的 有些假都很離譜 大家都照樣信 大家的層級都很低 沒有必要笑其他人 大家都是相同的人 我不覺得我們都會笑其他人 至於究竟是不是鬼 私了這件事 我留下一次說 但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問題是 你要被人打 你怎知道被人打 打成怎樣 如果你問我機場 上次那個人 他都是壞什麼 周圍拍攝 其實很多時候出事都是周圍拍攝 然後人們問他是什麼 身份 他又不肯回答 他說英文 對 人們找到你 黃色衫什麼鬼 該知道他就回答你 我在香港那些 現在在淘大商場 其實都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你問我客觀看 當然有些藍絲 沒有時間觀念 人們都收工了 你還留在那裡 你還要覺得很威風 三點鐘的時候 我到處罵人 是我們為你 那些才是真心 這些做到事 這些做到落單 這些是真心的 但我自己覺得沒有時間觀念 下班就下班 下班就有什麼理由 你還不走 我懷疑他沒有人通知他下班 另外一批被人打的那班 就是不出聲 經常都覺得我為什麼要出聲 我為什麼要回答你 其實有很多這些誤會 是可以透過你解釋卡去解決 你不出聲 當然你可能還做一些敵意的動作 然後就被人打 但是警察真的不拘捕他們 如果他們還拖的話 那些說法就是 我正是拘捕黃絲示威者 那些唱歌歌 就不拘捕選擇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首先 警察當然只是拘捕黃絲 不拘捕藍絲 就算拘捕藍絲 都很快就放走 這就是現場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共識 但反過來 問題就是 當然警察都離開了 反正都不相信警察可以支持公道 那你就會更加鼓勵別人私了 反正我報警 你打人都不會拘捕 那不如我先拘捕你 那慢慢會更加有一種想法 就是 反正警察都不會做到事 那我就先拘捕你 其實警察都不拘捕他 甚麼 走了 大哥 警察都害怕 其實淘大去到後面 警察都走了 因為發覺人越來越多 他們都自己會擔心 不過這個牽涉太複雜問題 我們可能將來再講一節 好 這節就到這裡